诶,这里不就是下山的密道吗? 没想到出口山在这里 不知师父当初是如何建造 这些巧夺天空的机关的 想必是花了怒大苦心 的确是令人想不到 凝山脑鬼果然是不简单 寒虎沙 糟了,看来还是来此一步 盟主这次派我偷袭盆听里 严命我不肯让任何人身离此地 没想到我处心积虑 层层包围 还是给你们发现了这条密道 诺飞我发现得早 想先一步来此阻结 之前一切的布置 都会付诸流水 靠个妖夫 咱们多次留神怒给你 你却执意要死探到底 今天说什么都不会再放过你了 你这满夫想死也不用急太一时啊 我设下的死伏 施杖马上就要发动了 等时辰一致的盘天里上 什么活物都不会剩 我就算损耗增援 招请天魔猪妖 也要把你们留到正法发动为止 嘿嘿 反正 有剩下的四象们 群弟子陪葬 我担保你们这一趟 走的不会寂寞 韩武杀 你好狠毒 就算我们能杀出一条深入 也不能坐视乡们就此负面 大伙 合力解杀韩武杀 别让他有机会 发动法阵 呵呵呵 破不了山破鬼眼 你们也想杀我 上次不小心被你们给骗 这次 我倒要看看你们 怎么杰杀我 少啰嗦 打不过 也得打 老实和你拼了 好奇怪 我总觉得心神不灵的 怎么了 好像是有什么火红的剑影 在呼唤我似的 嗯 好 在这一关呢 其实可以不用 猪刃斜剑 破韩武杀 上破鬼眼 其实可以用硬A的 把他A过去 我们在前两关 都有示范给大家看过了 那这边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刺韩武杀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剧情吧 天真傻姑娘 你以为 凭那笔短剑就冷 上破鬼眼 我的上破鬼眼 竟然 太好了 温姐姐 这笔短剑 果然是一件不出事的神兵 不过 毁了上破鬼眼之后 他的灵气 也尽速消散了 我们得到这笔神兵 起死之巧 想必也是上天的旨意吧 什么上天的旨意 少笑死人了 就算没有三破鬼眼 我一样能杀进你们这些下众 都给我死吧 好个妖女 如今你的护身禁止已死 居然还想狂言逞凶 这伯娘已经穷途末路 他们何必和他啰嗦 痛痛快快的 做他龟西便是 话虽如此 只怕他被 逼到穷技之时 被拼死反噬 大家 还是小心为上 知道了 好 如果用猪刃血剑的话 他的防御率就降低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 他防御率会很高 好 就这样子 好 我们给韓国沙作为一集 那过程这边就补入了 因为前两关 已经示范给大家看过了 好 OK 然后最后一集给夏侯仪 我 我不信 我三千年的修行 竟然 竟然敌不过一群凡人 盟主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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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寒无鲨原来是条修炼三千年的蚒精阿 它本是可以修成正果 只可惜对物人磨到 已至今日落的这帮下场 实在有点可怜呢 非也非也 寒乌沙凶残 你饿乃是蛇类天行 这是修成正果也改不了的 今日他把我们逼到这部田地 若非风姑娘短见的一集 只怕如今在天上可爱可怜的 会吃咱们了 所以这婆娘死得好 一点也都不可怜 上官兄这么说也没错 上破鬼影的确威力无比 多亏那柄短剑 咱们才能侥幸获胜 嗯 说是那柄短剑救了我们也不为过 风姑娘 那柄朱论短剑怎样了 已经毁了 剑身的灵气四散 现在这柄剑就有繁体没有痒痒 啊 怎么会这样 说也奇怪 在我将气劲往剑身急剧之时 这剑就像知道我的心思一般 鼻子就往她身上刺了过去 剑上的气劲一股作气 急破了伤破鬼眼 然后 就事实上消失了 这柄剑外表 并不显眼 没想到赵云锁中 竟然如此神异 想是她与灵运相通之故 嗯 我想这柄剑被师父增长在长宝室之中 并非偶然 说不定她和我有很深的关系 自从拿到这柄短剑后 我就一直觉得对她很是熟悉 就像是没见过面的亲人一般 觉得这剑会在冥冥之中保护我 原来如此 风姑娘 如今师来 或许那柄短剑 真是你母亲的遗物也说不定 是啊 虽然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真相 但我会一直把这柄剑带在身上 就当作是纪念 今日之事好了 对了 虽然寒无杀以扶诛 但设下的邪阵能在盘天岭上 咱们快去把它封除 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 啊 顾的说话 都忘了这件事情 事不宜迟 咱们 这就赶回盘天岭吧 嗯 子凤姑娘 一切进行的如何 嗯 幸而有真硬大师之助 为你将寒无杀设下的 师父思藏的 回洒静静 盘天岭上的妖气已出 一切应该也以无大碍 风姑娘 你可以叫三下 悲恋的弟子门了回来了 子凤姐姐 这几天这是有劳你的 如果没有你的话 只怕师父留下了怒大鸡业 都会在寒无杀的毒气下 悔气殆尽 那时 我死也没有脸去见师父 呵呵 这不过是举手之劳 风姑娘不用如此客气 不过 有寒无杀夜洗一事 却有诸多可疑之处 令我十分挂虑 子凤姑娘 寒无杀已然扶诸 不知尚有何不仇之处 这位寒无杀 宁可拼到原神 溃灭也不退走 只是大非寻常 听寒无杀最后的言语 显然见邪这次请他来 对付我们是自在必得 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想着他知道诺败走回去 也是死如一条 所以干脆和我们拼个死活 邪派直徒行事乖章 倒行逆事乃是常识 这道不足为奇 但我以为此事并非如此简单 剑邪忽然猛我圣极 必定是因为他在 图谋什么极为要紧的大局 深空我们坏了他好事 所以无论如何 也要先将我们一举情杀 而他图谋的大事 不会有别的 恐怕是 目非是 复活之游 只怕正如阴烧霞塑料 凶星凌空 入主天宫 这是数十 乃至数百年 才有一次的机会 剑邪不愿错失此击 是以先下手为强 这也是在意料之中 即使如此 咱们也非得加快脚步 赶在他的前面 先找到神剑才行 正是 无 嗯 那个人 连到神剑封在地界的赤烈渊 咱们要找到神剑 非得下一趟幽冥地界不可 殷少侠 此行祸复难料 能否生还人间 伤在未知 在启程之前 我希望你们自己 再好好想想 子凤姑娘 这我心中遭遇觉悟 爹 已经变成那个样子 我生死死剑 都已无用 我有取得神剑 方能克制他的图谋 不然的话 他若爹 真的让持有附胜 那时人间 成了魔窟炼狱 我也不可能毒火 你能明白这点 那时再好不过了 我神父引入之责 只会和你同赴地界 其余诸位 就遵听随便 不愿同趣者 现在便可明言 此后分道扬镳 或其来日再见之时 亦是感明在心 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殷大哥 不管你上哪去 我只都与你同去 子凤姑娘 你说这话太不够意思了 打架这能好事 只能可少了我上官员 上官老兄都这么说了 此行之事 少不了俺者一份 当初凭真是不请自来 如今自然也是奉陪到底 殷大哥 阻止见邪 复活持有并非你一人之事 只要刀轮还派得上用场 我愿意 继续尽我这一份力 只要能为师父报仇 我当然也去 哼 所谓魔戒炼狱 我尽得多了 就再回味一次 也无妨 大家 大家都要一起去 看来好像是如此 这样一来 想必路上就不会寂寞了 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尽数动身吧 若一长伯伯之言 扶上古墓底下 常有往地界的路口 那么咱们也往窗中一趟 但不用这么急 我想地界路口应该不止这一处 咱们先到各地查访 或许还能问到其他消息 要紧的事 咱们入地界之后 未必能再回来 在启程之前 须得将猪班所需 武具 杂物 采马妥当 至于查访仪式 正可趁此机会 一起进行 啊 我一直都没想这么多 果然还是指缝姑娘 欲生见广 咱们就这么办吧 请不吝点赞 是神尼那老头告诉我的 我想当然是有这个 辞取神音的神貌 必一定不凡 如今一见 果然不是我所料 前輩過獎了 我妹子這個凡屬之人 未嘗復過 不如不忘求神劍天威 你不用指前 天運早有定主 你入定是這神劍之主 嗯 話扯遠 老生來是神影上人的救世 法名 太虛驚心 之前聽神影說你們 向他請教地界入口知識 所以來此等待你們出現 希望能告訴你們 另一個通往地界的入口 啊 那真是太好了 我妹正為此事傷腦筋 除了扶桑底下外 老生知道另一個地界入口 位於天山以西 清風之眾天野營 那裡本是中年噴火的火山 由於受到地界上發的 陰寒之氣洞靈 靈結的岩漿 沉積為千楞峭壁 由那裡可直下地界 前輩 你自從那入口位於群峰之中的天 的火山天野嶺 晚輩修為淺薄 正未修的仙家飛盾之術 卻要怎樣才能到那裡 燕燕成嶺說 你們已經得到仙劍起稱 火圓宝塔 你只卻再鍊之一顆魂魂魂翔之欲 將它相於佩劍劍柄 然後極欲劍之氣於劍 心中念誦魂魂魍清法 便可藉給火圓寶塔之力化行為 降魂魅魁光 自在飛行 此法甚至耗費精神 以你的修為 只能趁上半柱香十份 不過若你從天上雪裡突發執行 應該來得及非禮天眼嶺 原來如此 但吃法則讓晚輩一人化光飛翔 晚輩的夥伴們可就無法同行 前輩與此可能指點一二 你設法尋得一顆兩儀懸石 此物具有長那萬物之性 你把它和紫幽禁玉 煉化成太華初經 再與天和珠沙共煉 便可煉成真容禁玉 此玉能夠將生人說話收納 猶如鋼中金魚一般 只要那你的夥伴們立三步之念 念誦說形畫法之咒 即可把他們收入獄中 你身懷此玉飛到天眼裡後 念誦法座便可讓他們回復原狀 啊 沒想到事件竟有如此 先鑄廟法 前輩今天所教 真是叫晚輩大開眼界 其實從福山地界也是遙路 如此大費周章原非必要 然而勞生經過幾方推算 結果都是由天野嶺陸地界為集 然後甚至當年重傷後修為已知 沒法則和你們一起復戰 只能在這裡幫我們出出主意 那莫忘記 曾是一切在你 要從哪條路進地界 還是由你自己決定 晚輩明白 胸心營 浩靈見身皇道天頂 吃油復活的時機已見 神隱正在聯絡各名門正派聯手欲敵 並妖系而生的妖魔小眾不成問題 那若持油國復復活 那便是眾生靜滅之時 人間顯示人府存續 一切全看你們了 此不宜遲 快去吧 是 晚輩自當盡力而為 到此 晚輩